这女人每天都能在楼道看见阿飘 直挺挺就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这样的出租屋你还敢住吗 单身妹子美丽刚刚大学毕业 想在公司附近找房子租住 热情的房东满脸笑容接待了她 这栋楼是当地的老小区 楼层高还没有电梯 但是房东说年轻人多走走楼梯 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还可以增加肺活量 不用去健身房办VIP就可以锻炼身体 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这出租屋东暖下凉 连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 听房东大哥张嘴巴拉巴拉在那唠嗑 美丽也终于被洗脑租下这间屋子 可让美丽意想不到的是 这房子真的有很大问题 先是在空荡荡的走廊里 看到一个奇怪的人影 接着在洗手间总能听到做体操的声音 甚至在镜子里还能看到全身国体的帅哥 对着美丽放声哭泣 美丽已经被这些脏东西搅得心神不宁 怀疑这房子住着很多阿票 于是美丽干脆找到表姐 求表姐帮帮自己 再这么下去她要神经衰弱了 表姐的丈夫熊哥是精神病院医生 熊哥把同事国荣介绍给了美丽 国荣作为一名医生 是一名无神论者 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 她认为所谓的鬼魅不过是幻觉 乃是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 一切不合理的 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美丽坚持自己很健康 根本没有精神病 她确实是在房子里见到阿票了 国荣见美丽坚持自己看到阿票 决定拿出耐心慢慢跟她磨一磨 或许这阵女人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开导 美丽离开医院的时候 国荣送给美丽一盒糖果 让她不开心的时候拿出来吃一颗 美丽突然觉得这个医生很暖 开始对国荣产生了好感 美丽晚上回到家后 发现房子居然漏水 于是让房东来给她修修水管 好不容易把水管修好了 热情的房东想邀请美丽到她家 她亲自下厨烧菜给这妹子吃 美丽见房东这么热情 只好答应到她家里做客 房东屋里挂满了老婆和儿子的照片 奇怪的是美丽搬过来这边那么久 到现在没见到过房东的老婆孩子 出于好奇美丽只好询问房东 原来她老婆和孩子两年前出门游玩 意外碰到了倪石流已经离开人世 房东每天就在屋里摆着两双拖鞋 等着他们回来吃饭 听了房东的故事 美丽总觉得房东和这屋子都很诡异 吓到饭也没吃就跑回自己屋里 没想到在美丽上厕所的时候 却在镜子后面见到了阿飘 这不是房东老婆和她孩子的鬼魂吗 受到惊吓的美丽慌不择路 立刻跑到楼下 没想到却迎面碰到了国荣 国荣安慰美丽冷静冷静 这世上根本没有鬼 决定陪着美丽上楼看看 没想到国荣来到美丽家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下尴尬了 国荣觉得美丽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必须采取措施让她安定下来 于是国荣给美丽吃了安眠药 很快美丽便昏睡过去 国荣发现美丽有记日记的习惯 打算翻看日记 希望通过日记了解美丽的过去 原来美丽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 但是美丽的男友是个渣男 没多久就和她的闺蜜搞上了 关键这闺蜜颜值都没有自己高 这让一向很自信的美丽难以接受 于是美丽失恋后逐渐走向焦虑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总认为一直有阿飘纠缠自己 甚至几度想要自杀结束生命 为了更深入了解美丽 国荣决定让美丽对自己敞开心扉 希望美丽走出失恋的阴影 于是国荣之后下班经常带美丽逛街 陪美丽从诗词歌府 聊到了人生哲学 美丽慢慢发现 自己居然喜欢上这个暖心的男人 于是美丽决定趁国荣带她去游泳 当面和她表白 没想到国荣却直接拒绝了美丽 这下尴尬了 被拒绝的美丽又开始陷入抑郁 把自己关起来痛苦不堪 甚至自杀再次被送进了医院 还好发现得及时 美丽并没有生命危险 熊哥告诉国荣 美丽在十几岁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闹离婚 甚至各走个路抛弃了她 造成美丽从小缺乏安全感 这种女人十分缺爱 甚至心里特别敏感 所以美丽每谈一次恋爱 每交往一个男朋友 对方都会因为美丽过于偏激敏感 跟她闹到不欢而散 得知此事的国荣决定找来美丽的父母 解铃还虚系灵源 希望父母能解开美丽的心结 国荣美丽对着父母一顿臭骂后 终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父母也知道女儿这么多年 受了很大的委屈 决定用后半身好好弥补美丽 美丽也慢慢走出了阴影 自此后果真是没见到什么鬼妹 也不再成天疑神疑鬼 美丽的抑郁症虽然被国荣治好了 可国荣自己却出了问题 这晚她下班开车回家 居然看到对面一个满脸腐烂的女鬼 正花痴一样对着她傻笑 吓得国荣差点把今晚的饭给吐了出来 坠坠不安的国荣 已经怀疑自己精神出了问题 因为最近不止一次看到那个腐烂的女人 于是国荣打算去游泳放松下心情 没想到这女鬼走到哪跟到哪 此时正在水里跟国荣打招呼 吓得国荣赶紧游上岸 国荣作为不信鬼神的医生 自然不会相信什么妖魔鬼怪 觉得自己估计是压力太大 导致精神出了问题 于是他居然偷偷用医院的设备 悄悄给自己做电疗 不料却用力过猛把自己给电晕了过去 还好同事抢救及时才苏醒了过来 熊哥觉得国荣工作压力太大 以至于产生了幻觉 建议他多出去散散步 甚至可以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毕竟研究发现 单身太久容易见鬼 国荣想了想 觉得自己确实十年没有谈过恋爱了 于是国荣鼓起勇气找到了美丽 本来还担心美丽因为上次表白被拒 会把她拒之门外 没想到美丽欣然答应了国荣 两人正式官宣走到了一起 恋爱中的男女都是义无反顾 即便天塌下来他们都不放在眼里 这天国荣跟他一帮朋友在茶餐厅吃饭 突然一个大妈冲进来 拿着玻璃杯朝她砸去 开始对着国荣口吐芬芳 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国荣一脸茫然 这大妈嘴里骂骂咧咧 一直诅咒国荣怎么还没去死 还好保安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场闹剧 国荣被骂得一头雾水 这个大妈到底是谁 难道是曾经病人的家属吗 简直百思不得其解 你知道抑郁症的病人到底有多痛苦吗 很多病人白天上班戴着面具生活 摆出一副阳光快乐的样子 可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人却开始焦虑 甚至到整晚在床上失眠陷入恐慌 国荣身为一名心理医生 已经治好了太多抑郁症患者 可惜当自己得了抑郁症却走不出来 每天下班都产生幻觉 老能看到那种不干净的东西 一个浑身腐烂的女人老跟着她 虽然和女朋友谈恋爱慢慢让她走出阴影 可是这天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妈 却再次激起了国荣的噩梦 这大妈无言无语对着国荣一顿辱骂 诅咒她不得好死 吓得国荣心惊胆战不知所措 以为是自己曾经治疗过的患者家属 回到家里 国荣便一直翻查过去的病例 可是找了大半天都没找到蛛丝马迹 深夜 国荣辗转难眠 突然像中了鞋一样 跑到客厅把以前的旧报纸都找了出来 女朋友美丽被国荣的迷惑行为吓到了 男朋友半夜不睡觉起来翻箱倒柜干什么 可是无论美丽怎么叫 国荣根本叫不醒 整个人就好像没听到一样 奇怪的是 第二天国荣起床又和正常人一样 丝毫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美丽觉得很诡异 男朋友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于是赶紧找到表姐和姐夫熊哥 想让他们帮帮忙救救国荣 表姐和熊哥跟着美丽来到家中 果真发现国荣大半夜不睡觉 又独自在客厅那自言自语 嘴里也不知道念念叨叨说些什么 只见他不停不停翻看着就报纸 不论大伙怎么叫都叫不醒他 他之前也没有做过什么或说过什么 是不是听过什么声音才变这样 于是熊哥干脆拿来闹钟试试 果然闹钟一响 果荣又变了个人 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 不知道刚才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下干大了 美丽见果荣不肯相信 干脆把梦游的录像放给他看 没想到果荣看到后大发雷霆 劝所有人不要多管闲事 并警告女朋友美丽 以后不准再乱翻她的资料 我告诉你做老师 别碰我东西 给我收拾好 本来美丽只想帮男朋友治好病 却惨遭男友一顿臭骂 此时的美丽也只能把委屈往肚里验 熊哥把果荣的情况告诉了院长 院长得知后觉得果荣工作压力太大 决定放果荣一个长假去休息 没想到果荣却坚持自己没有病 只是吃多了镇静剂才会产生幻觉 精神完全没有问题 院长却觉得果荣这种工作状态 根本不适合继续下去 建议他赶紧休假去调养身体 这晚美丽睡到半夜一睁眼 却见到果荣不睡觉坐在床边 嘴里面念念叨叨好像跟谁在聊天 果荣用诡异的语气说 为什么你死了 不肯放过我 要一直跟着我 这可把美丽吓坏了 男友这是又开始梦游胡言乱语了 得了抑郁症的人到底有多痛苦 这是张国荣生前最后一部电影 哥哥也是拍完这部电影没多久 便跳楼自杀离开了人世 心理医生果荣已被失眠困扰多时 甚至出现梦游胡言乱语的症状 女朋友美丽见男朋友病越来越重 吓得不知所措 本来还哭丧着脸的果荣 脸又变得极度扭曲 嘴里一直念着我 这辈子都要跟着你 你逃不掉的 国荣从卧室冲到客厅 又开始翻看以前的旧报纸 美丽很好奇男朋友到底在找什么 仔细看了眼前这些旧报纸 才知道国荣有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国荣高中学时和一个女生谈恋爱 两人形影不离干什么事都粘在一块 在女生生日那天 他们还相互送了礼物 国荣告诉女生 如果女生哪天死了 自己也会跟着去死 可才没过多久 国荣却爱上了其他女生 女生开始用隔腕自杀的方式威胁国荣 求国荣不要离开自己 可国荣已经对女生失去了新鲜感 那时候只是个学生 把谈情说爱当成了国家家 女生见国荣无动于衷 干脆跳楼自杀结束了生命 这可把国荣吓得惊慌失措 没想到女生为她做到了这一步 之前在茶餐厅诅咒国荣的大妈 正是女生的亲生母亲 女生自杀后 国荣心里一直有阴影 甚至年纪轻轻产生焦虑 一直失眠得靠药物进行治疗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女生因婚不散缠上了她 看来是要找她报仇不可了 国荣心态已经彻底崩了 陷入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之中 美丽见男友痛苦这个样子 十分心疼却无能为力 此时女鬼再次现身一脸腐烂 吓得国荣仓皇逃跑 可是不管跑到哪里 女鬼就是缠着国荣不放 一番追逐下 国荣被女鬼硬生生逼到了天台 女鬼想让国荣跳下去 如果真想要忏悔自己的罪行 那就跳下去到阴间 跟她做一对鬼夫妻 国荣知道自己当年年少犯的错 如今终于到了偿还的时候 这么多年来 她内心一直很自责 将自己困在痛苦中难以自拔 根本没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 现在不仅得了抑郁症失眠 还要被女鬼缠身 只想早点解脱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已经一起开心过 痛苦过 我两眼都会记住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什么都忘记 我陪你死 国荣的一番心碎表白 当场把女鬼感动到一把鼻涕一把泪 想起当年和国荣恋爱的点点滴滴 仿佛丽丽在目 国荣和女鬼紧紧相拥 两人深情一吻 女鬼终于放下了所有怨恨 变回以前清纯的模样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我不要你了 话音刚落 女鬼消失不见 想必已经去投胎转世了 此时站在自己面前的 已经是国荣的女朋友美丽 美丽立刻把国荣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两人深情相拥 只可惜 现实中张国荣却没能和电影一样 有一双手能把他从绝望中拉回来 电影《异度空间》上映于2002年 是张国荣最后一部电影 由于是张国荣的一作 他饰演的心理医生 和现实中的自己情况很是相似 以至于很多人都把电影和张国荣的死联系起来 有人说他是因为拍完这部电影没有走出来 也有人说他拍戏的时候真的撞鬼被诅咒 甚至说他被吓了降头 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都知道哥哥演技一向很好 不管是《妾女幽魂》的宁采臣 还是霸王蝶姬的成蝶衣 可以说是演什么是什么 不论是演梦游还是精神分裂 张国荣切换自如 从痛苦一下转变成愤怒和惊恐 张国荣把握相当到位 于是很多人认为 张国荣演了这部《异度空间》后太入戏 以至于没能走出来 分不清现实和影视角色 其实据导演罗志良回忆 当年张国荣拍戏时 根本没有任何一场表现 每次拍完戏都带着大家去吃夜宵 状态还是很好的 不过像李温这样 在公众面前阳光开朗的 却因为抑郁症自杀身亡 张国荣同样因为抑郁症离开了人世 所以说 当你身边的朋友表现得很开心的时候 他可能不一定是快乐的 如果电影里的哥哥没有跳下去 那现实中是不是会有人拉他一把 可惜没有 张国荣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 每年的4月1日 都会有无数隐秘通过各种